國民黨現在的方式是怎樣 第一個我們從罷免王浩宇開始 第二個在罷免黃捷 那接下來我們推出兩個公投 一項就是要把公投再恢復到將來的綁大選 因為過去國民黨用公投 公投跟大選一起投票 他的投票率才會高 第二項公投就是我們反不反對萊豬 那這個當然有七成多的名義是反對的 所以國民黨想借著大家討厭萊豬的時候 有這股氣啊 然後順便罷免了王浩宇罷免了黃捷 罷免了這12個萊豬立委 2月1號就可以開始連署 照我們罷免王浩宇後黃捷的經驗的話 這個大概要三個月到六個月 所以國民黨裡面是暗藏了非常多的招數 民進黨也非常清楚 國民黨最希望的是 兩項公投是8A28要投票 這12個萊豬立委 我剛剛講過嘛 三個月到六個月嘛 那如果順勢也用8A28來投票的話 一起投票一起的憤怒 各種零零總總的理由 大家一起出來 那對國民黨來講是最好的 但是我自己判斷是不太可能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的選舉委員會是民進黨在掌控 他一定會把它錯開 所以國民黨你又想的 不如民進黨的小人下山爛的手段 那這個可能很難 但是不管難不難 你至少要一步一步來 讓民進黨感受到那個壓力 那這場選舉才會成功 這就是整個雙方兩邊的攻防 我認為國民黨這個做法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說啊 現在溫良公儉讓已經沒有用了 不需要大家在那裡裝君子了 但是我覺得呢 有一個這個必須要面對的一個憂慮呢 就是說萊豬這個議題能夠撐多久 如果國民黨不敢在更多的議題上 去和民進黨針鋒相對 那只選擇了一個相對好像比較安全的 因為蔡英文當初為了拍美國馬屁 所搞的這個萊豬的問題 那恐怕的延續性不能延續這麼久 那尤其是要從反萊豬到罷免 再到希望能夠一路延續到 明年2022選議員和各縣市的首長 我覺得呢 這個戰線能不能夠延長這麼久 是要打上個問號的 那麼再者呢 它所產生的政治效應啊 有利有弊 利的部分就是讓民進黨 讓這些綠營的側翼 什麼激進黨也好啦 時代力量也好啦 這些政治人物呢 不敢那麼囂張 但是它的弊病的問題就是說 未來的政治人物呢 會更加選擇霍悉你 大家都不要得罪選民 所以啊 沒有人敢講太過真切的話 因為你如果表現得太旗智鮮明 很可能就影響另外一邊討厭你的人 所謂仇恨式動員 所以我說它有利也有弊 後續要如何收尾 讓台灣的這個所謂民主選舉 民主法治 能夠真正回歸到 大家真的有理念來表達 我想這個是更加嚴肅 未來要去面對的課題